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PED直播CSGO开箱一心想开出龙卷它最后花了七万五开出个CZ75复古圣杯和一堆价值两三块的白色手枪 此时我想说 真白给啊 大王戒毒所在这里温馨提醒 开箱千万次神仇没几次 舵手不节制 亲人两行泪 果然是好事 iPad平台作为斯蒂姆最大竞争对手将不封锁中国地区支持珠宝和微信 大王当初作为一个狂喷iPad截胡斯蒂姆不地道的粉丝 现在的我仿佛能看到未来我手里拿着饭碗嘴里还出 真小的样子 对于咱们这种小透明玩家来说 谁能让我玩到游戏 谁就是我亲爸爸 爸爸 中国这里还是有很多油水捞的 快来 可以吗 怪物猎人世界DLC 冰原公布正式影像 新登场多种怪物以及新的猎人等级Materrank和新的主线剧情 演家于2019年9月6日一同公开 借系你没有玩过的传经版本 是兄弟就跟我一起玩怪物猎人 XE公布2018年财报 销售金额2711日元上涨8.2% 凭借《王国之音3》《正当防卫4》以及《古墓丽影》《暗影》等游戏的不错表现 XE公司在主机领域实现了增议 但是在手游领域 XE的作品都反小平平 我仿佛看见要凉的秋风朝XE袭来 一首凉凉送给我们的XE 凉凉夜色为你四年成河 花着谁也不可护着我 下面是本周的几个快讯 《黄诺二》上市 媒体评分解禁 IGN给出8分 GAMESBOT给出6分 媒体评测应该再被点评一次 然后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 免得他们都乱打分 《恋天什么雨》三制度人宣布 游戏演示将在下周放出 《这也掩盖不了你脱根的事实》 《死亡各显制度人》表示 游戏预告片解完了 辛苦您特别的敷衍我们了 《中文化兽星重制版》 女主被指向日本某女星 一个等了20多年游戏中药发售了 你们却告诉我你们观众点赞 女主等得像谁 我怀疑你们是黑粉 幽灵享受断点正式公开 《藏龙6号围攻》公布新干员预告 育闭牛逼 鼓掌鼓掌 以上就是本周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 这也是喜欢唱跳RAP玩游戏的大王 求收藏求关注 谢谢观众老爷们啦